今早的暴跌是否意味著比特幣的反彈已經告一段落了 如果你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的話請隨我看下去 這兩個倉位是我之前所開的倉位 我已經拿了有一段時間了 那目前呢 比特幣跟以太坊總共大概是有 兩萬七千美金左右的利潤吧 那如果你也想交易的話呢 我非常推薦BuyBet交易所 無論從掛單深度、順滑體驗、交易界面都無可挑剔 那也非常歡迎各位可以follow我的Twitter 我會在上面分享一些跟幣圈相關即時有效的消息 我最近上線了兩支非常有意思的影片 那第一步呢就是專訪了BuyBet的CEO 裡面有一些非常有價值的內容 還有今天所上線的專訪加密富豪MMCrypto 他在影片當中分享了他個人考慮要如何抄底比特幣現貨 以及他個人的交易策略 非常歡迎各位可以去看這兩部影片 好 那我們現在呢就回到比特幣的盤面上吧 在這之前啊 我們來看看我們昨天是怎麼說的 我們昨天有說到 比特幣在一小時級別 他已經形成了一個上升楔形了 那這個上升楔形呢 在昨天的時候是並沒有跌破的 我們來看看我們昨天是怎麼說的吧 其實我們昨天給了幾種scenario 那最好對於空投最有利的情況呢 其實就是我們現在的這個情況 我昨天就有提到如果說我們爆量下破的話 最好的情況就是他直接從這裡爆量下破 OK 我們來看一下啊 爆量下破過後呢 就可以意味著我們前面的這一段反彈已經結束了 那如果說在短線上啊 再跌破 這個形態下緣的時候 他其實也是一個蠻好的介入時機點啊 嗯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跌破過後 當前的盤面我們要如何解讀 有哪些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 那首先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量能喔 如果說他下破的時候呢 這個量能並不是像 我們今天看到的這麼充沛 那我可能也不會認為他是一個 確認有效的跌破 不過他的量能是非常充沛的 那再來呢我們可以看一下 當盤面往上推的時候 他展現的是哪兩根量能呢 他展現的是這兩根 對吧 這根還有這根 其實已經算還不錯了 對吧 但我們的價格呢 一旦他到了大概在1180上方的時候 他其實就變成說 他的多頭量已經摔得非常非常弱了 OK 已經減小到非常非常弱了 你可以看一看這一根喔 但是呢空頭的量呢就開始增強了 比如說這一根 對吧 然後呢還有這三根 而且 如果說這是一波非常健康的上漲行情 那他多頭的需求呢 一定會表現得非常厲害啊 但是我們看到的情形是 現在並不是這麼一回事的 好 我個人當然是不持有多頭倉位啦 不過如果多頭倉位 在看到價格他跌破了這個形態的時候 真的就要非常非常小心了 好 那我們回到4小時吧 4小時喔 他其實是有一條儲和和界的 是有一個邊界的 大概在這個位置喔 我們之前有強調過蠻多次了 1100 890的位置 你可以看這個位置 對吧 他上不去 然後這裡呢 支撐 支撐 主力 主力 然後這裡有一個支撐 那現在他又下破回去了 那其實就有現在的這個情形呢 如果說他又重新站回白色線上方 那就真的不太妙 OK 他可以有反彈喔 但是不應該再重新站回白色線上方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比特幣的情形喔 比特幣的話呢 其實他跟以太坊的盤面是很像的 但結構不太一樣 結構不太一樣 但是走勢很像 首先呢 他在4小時 他是並沒有突破我們這個盤整的下降趨勢線 那就可以表示呢 至少到目前為止 我們空頭的走勢還是在的 空頭的結構是沒有被破壞的 那我們如果說到 呃 看到 互換位的部分 在這個位置 邊界是很清晰的 這裡支撐 然後這裡主力 然後這裡有支撐 那現在他就是下破了 OK 然後我們到小級別呢 好 我們來小級別看看喔 小級別的話 其實我們在昨天呢 是有提到 他在這裡走了一個收斂嘛 那走收斂之後撐不住下破 這也沒什麼 或者是說 有人會怎麼看呢 有人可能會把這個上方啊 OK 我有看到 呃 我們 群組的朋友 就在討論說 欸 這個是不是個頭肩頂啊 對 這確實是個頭肩頂 但是 不管 欸 看各位是怎麼去看待他吧 我認為看成一個收斂型態也是 沒有任何問題的 那跌破短線上當然是可以 來去做一張空單啦 就是 在當時 跌破頸線啊 或者說你是看趨勢線啊 跌破的時候確實是適合的 那現在來說 如果不是短線的話 就可能不太適合 那我個人其實持有的倉位 是 呃 至少是4小時級別的啦 所以 我並不是看著這個信號去入場的 好 我們前面的這段上漲呢 OK 我們來觀察一下吧 我們前面這段上漲 其實我們當時就有把它定位了 它非常有可能是針對前一段的一波小反彈 那麼 如果說我們把這條線啊 改成是水平的呢 OK 我們來看看喔 改成是水平的我們可以讀出什麼 它又產生界線啊 這個界線呢 大概是在16300美金左右 你可以發現 在16300美金之下 它基本上都是多頭的量能 但是多頭的量能是在衰竭的喔 價格在上漲 結果量能呢 是在往下降的 而且是明顯的下降 那其實就量價背離了 然後我們到了16300上方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 多頭的量能柱展現了 空頭的量能柱展現了 然後這個位置 它下降的時候呢 它的這三根量能啊 基本上就把 它上漲的時候的這幾根 全部都化為無有了 那以現在的這個盤面看起來呢 OK 它已經 連 之前的 OK 我們原本這個位置是阻力嘛 那我們突破過後應該要變成支撐喔 但我們連這裡都沒有撐住 那就非常非常不妙 我會認為其實現在 之前的這一波 反彈調整 上漲它是已經完全結束了 完全可以宣告它結束了 OK 那我們從4小時呢 從4小時來看的話 它 非常有可能再重新測試一次 我們大概在15600美金的這個底部的位置 那如果說 測試成功的話 說不定會是一個非常好的加上機會 不過呢 我個人是已經加上過了 所以我不會再加上 我是跌破這個前提的時候加了 加了之後又彈回去了 不大妙 其實接下來呢 我認為是有兩種可能喔 一種就是它趴著 繼續震盪震盪 那其實震盪越久呢 對於空頭是越不利的 對於空頭來說 最好的情形就是 欸它下來之後呢 然後 欸 震盪了幾天 好就下 這個是最好的情形 如果說震盪的時間比較久的話呢 嗯 開始 有一定的量能積累了 那麼我們 上方啊 有的這個派發區間呢 要繼續 形成阻力 就不是這麼一件 容易的事情 OK 那還有1小時 我們再從1小時來看一下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時間變化 OK 時間的結構是如何 它在前一段啊 這一段的時候是 啊 兩天三個小時 95k 那我們之前其實有提到 雖然說它在上方的時間比較長 但是呢它的量能呢 是比較不足的 就是 我們當時 也是兩天三小時的時候呢 在上方的量能 累積的並不多 但我們現在是 時間 是比下面的要更長了嘛 那再來就是 我們的量能累積 也比下方要來的更雄厚 你可以看到 我們上方它其實是在量能漸漸縮減嘛 所以 我們上方如果說 要累積到相同的量能 的一個區間啊 就會需要比較長的時間 那現在是已經達到了 好 非常歡迎各位可以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只要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就是對我最大的支持 也非常歡迎各位呢 可以去看這兩部影片 這兩部影片是我專門飛去新加坡的 而且跟MMCrypto那次呢 真的是特別巧 就是 因為我跟他住同樣的飯店 然後 我們就想說 要不要我們乾脆就來一波訪談吧 那這波訪談呢 說真的 效果也是非常非常不錯 很歡迎大家去看一下 中文字幕呢 我們都已經有 做校正過了 然後 很歡迎大家可以用手機去指著看 因為手機指著看的效果呢 絕對是最好的 也很歡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專訪BuyBet的CEO這部影片 我問了很多 以一個使用者的角度來說 會很想問BuyBet的問題 很歡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這兩部影片 非常感謝大家 掰掰 掰掰